入冬以来最强寒流来袭全台发布低温特报 那么从周二起温度是急剧下降 夜间更是下探到个位数的低温 为此花莲市公所也特地启动了暖心专案 23号的晚间市长为佳燕也特别趁着夜晚 送热食以及保暖物资 给花莲火车站周边活动的街友 也呼吁他们要好好照顾自己 并做好保暖工作 入冬以来最强寒流来袭 全台发布低温特报 为此花莲市公所也启动暖心专案 23号晚间10点半左右 市长为佳燕特别在社劳客长小职位的陪同下 前往花莲火车站关切周遭街友们 在寒冬里的生活状况 并赠送热粥暖暖包以及饼干零食等等 劝导他们找寻可以避寒的地方 便尽快换上12月时赠送过的保暖衣物 渡过这波寒流 首波的非常冷的一个寒流 那今天特别到车站这边会关心我们的一些寒室 那在我们的去年的12月多 已经有发一批物资 那包括我们的暖暖包 围巾 甚至外套 盥洗用品 那今天特别来拿的弦粥 热的弦粥 还有一些饼干 跟一些暖暖包给我们的寒室 那也希望说他们能够度过这一波的寒冬 那也要在这边跟我们所有的市民宣导 那这波寒冬其实是特别的低温 那不雅于2016年的暴暖寒流 请大家务必要做好保暖的一个准备 那也切记早晨起来的时候 也可以先坐着 不需要马上站起来 因为天气真的很冷 那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保暖 卫家宴强调 施工所退出暖新专案 不只是协助这些韩事 如果市民朋友生活周遭有独居老人需要帮助 也请通报施工所来做进一步的协助 爱花莲食物银行更是欢迎每一位需要物资的朋友 不限户籍地都能前往森林 记者 徐立晴 华林市报导